魏斯里系列 第九篇 原子空间 尼框 第三部 时光倒流一百年 他们面色变得如此难看 呆住了一声不出 我忙道 你们可是想起飞机失事情形来了 但是两人就像完全未曾听到我的话一样 他们齐声叫道 天啊 这是什么 我忙道 我不相信你们未曾见过飞机 格勒叫道 这样的飞机居然是有意的 我实在忍不住了 舒得站了起来 小艇音只晃了一晃 几乎翻转 你们两人少说些风话好不好 飞机没有意 什么才有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一起望住我 他们的面色十分严肃 而且毫不疯狂 好一会 法拉奇才道 飞机的双翼 朋友 早已淘汰了 我冷笑道 什么时候淘汰的 法拉奇道 是圆形飞船和前行飞船 兴起的时候 有意的飞机 因为速度上的致命缺点而遭到了自然的淘汰 已有很多年了 我索性和他们弄个明白 那么 这种事发生已有多少年了 法拉奇道 大约有四十多年了 我大声道 你们两个混蛋 四十多年之前 飞机还只是在雏形的发展阶段 是两层一翅 要人推住才能飞上天空的东西 格勒和法拉奇两人互望了一眼 格勒显得十分心平气和地道 我想我们之间有一点误会 你所说的那种飞机我们也知道 那是公元192令年左右的东西 对不 朋友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总算讲了一句较为清醒的话了 我吐了一口气 道 是 那是192令年左右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飞机突飞猛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飞机的发展更是惊人 甚至有了可以飞出地心犀利的X55型的飞机 是不是 格勒点头道 对 你说的对 我也心平气和地道 好 那么请你告诉我 有一飞机被淘汰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以为我的这个问题 一定可以难倒他们 而令他们的头脑从此清醒了 却料不到法拉奇竟毫不考虑到 四十多年以前 大约是公元2020年左右 因为有意的飞机的速度 无法突破音速的四倍 所以淘汰了 我当真忍不住要大声斥责了起来 但是我仍强忍住 那么 如今是公元几年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互望了一眼 朋友 我们的忍耐有个限度 如果你连自己活在 什么年份都不知道 那么你就大有问题了 法拉奇和格勒齐声道 我们可以告诉你 如今是公元2064元 也就是说 当那个伟大的婴孩 在马棚中出生到如今 已经2064年了 他们两人讲得十分正经 公元2064年 哈哈 我认真想大笑起来 然而在那一瞬之间 我突然有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念头 那一瞬间所产生的想法 令得我的手猛的一震 快艇是由我操纵的 我的手一震间 快艇猛的一个转弯 几乎轻浮 我连忙关闭了快艇的眼睛 喘了一口气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齐声道 喂 你究竟是在闹什么鬼 我在一时之间静止于 讲不出话来 我先挥了挥手 意思是叫他们不要激动 我对他们是没有恶意的 两人居然明白了 我手势的意思 不再作声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道 看来我们真有误会了 我绝对相信你们的神经正常 他们笑道 笑话 我们以为你是神经汉呢 我又道 你们所说公元2064年 可是先生 据我所知 我是活在1964年 我们相差了一百年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乍一听我的话 不免献出惊恶的神色来 但是 他们随即大笑了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 令得快挺左腰右摆 格勒一手捧住肚子 一手拍住我 你的话实在太滑稽 太好笑了 我却苦笑住 你们明白了真相之后 或者不觉好笑 你们是2064年的人 但是现在却是1964年 你们回来了 不知是什么力量 将你们拉的倒退了一百年 你们明白吗 整整一百年 1986年案 这个故事写在1964年 距今22年 时间的超越和倒流 一直是幻想故事的好题材 至今不衰 由于我说的十分缓慢 十分正经 所以法拉奇和格勒 两人的笑声止住了 但是他们两人的神情 仍然十分滑稽 格勒像是竭力想说两句轻松一些的笑话 他耸了耸肩又十分勉强的笑了一笑 那么你又怎知道 不是你自己超越了一百年时间 我道 我单愿是这样 但事实却不是 我们现在所做的快艇 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气垫船还在研究之中 至于涡流船 那还在人类知识范围之外 最能干的科学家 也还未曾想到这一点 你们刚才看到的飞机 是最新式的飞机 至于无翼飞机 现在1964年 还是研究室中的图样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的面色 渐渐苍白 我不再发动引擎 任由快艇在海面上飘住 两人待了好一会 才到 这太无机了 时间可以由速度来控制 但是要有比光快的速度 朋友 人类还未曾找到 快过光速的任何可能 我苦笑道 我不管是否有快过光速的可能 但是你们是被一种 比光速更快的速度 倒卷回一百年来了 那恰好是地球绕太阳的一百转 或者是地球忽然之间不转了 或者是太阳忽然飞快的转了一百转 抵消了地球绕它的一百转 我自己也是越说越糊涂了 时间速度的相对关系 实在还不是我们这一代 所能弄得清楚的 格勒道 照你那样说 那么你又为什么不回到一八六四年去呢 我几乎跳了起来 我回到一八六四年去 不 这太可怕了 这和我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有什么分别 在这时候 我看到了法拉奇和格勒两人苍白的可怕的面色 我也明白他们两人心中的恐惧到了什么程度 我忙到 或者我说的不是事实 你看你们两人的服装不是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吗 格勒和法拉奇两人的面色更难看了 法拉奇道 在2010年左右 人类开始认识到在服装上变花样是十分愚蠢的事 因为那花费许多精神和人力阻碍科学进步 所以自此之后 衣服的样式实际上没有改变过 但是质地却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他们身上的衣服 那是我从来也未曾见过的一种轻软的料子所制 这种料子的温度和体温完全一样 是以当我的手指摸上去的时候 我甚至像是感不到它的存在 穿这样料子制成的衣服 那当然十分舒服 然而那时 我松开了手之后 却呆住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我在那一瞬间想到的荒谬的念头 竟然并不荒谬 当我想到那是荒谬的时候 我已经够吃惊的了 但如今这居然是实实在在的 两个一百年之后的人 不知被什么力量带回来了 就在我的身边 我实在没有法子不发抖 不觉得发冷 这两个人和我大不相同 他们甚至于不知道 有国家在2064年 一定没有国家世界大同实现了 我脑中乱到了极点 我们三个人 谁也不出声 没有人想开口 好一会 我才道 你们还想到市区去 我的意思是 你们能够在 我觉得十分难以措辞 犹豫了半晌 才继续到 你们能够习惯 一百年之前的生活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互望了一眼 又待了片刻 格勒才道 我们在历史上知道 一百年之前的世界 十分混乱 我点头道 不错 够混乱的 法拉奇望住我 我们不知你是什么人 但看来你愿意帮助我们 我苦笑了一下 可以那么说 格勒道 我希望你不要将我们的身份透露出去 你能答应吗 我忘了他们半晌 我想这很容易 因为你们的外形 看来和如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 人们绝不会疑心 你们可以习惯 法拉奇道 我们要回去 我贪了贪手 你们没有离开地球 在原来的地方 又怎说得上回去呢 法拉奇道 你明白 我也明白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回到我们生活的年代中去 我望住茫茫的大海 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 可能回到一百年之后去 你们将一天一天过日子 到你们出生的年份 只怕你们早已死了 到你们出生的年份 只怕你们早已死了 这句话 听来是何等有备常理 但是人类的常理 本是建立在速度 时间相对不变的关系之上的 如今 不知一种什么力量 已打破了数百亿年来 这种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那还有什么常理可言 法拉奇和格勒又不出生 过了许久 他们才无力地道 我们会尽量设法 寻求方法 我们的飞船 我相信还在 我们的领航员 格大鹏 是极其杰出的科学家 他或者会有办法 如果在忽然之间 我发觉自己 在一百年之前 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当然会是 回到自己的年代 而且我也不能肯定 他们没有法子回去 他们不是来了吗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似乎还存住一线希望 希望我所说的不是事实 然而 当快艇渐渐驶进市区的时候 他们绝望了 他们首先看到了 来往的船只 当然全是螺旋桨发动的船 没有一艘气垫船 更不要说什么窝流船了 他们面如死灰 一言不发 等到我们的小艇 渐渐驶进码头的时候 他们两人睁大了眼睛 望住进码头处来往的车子 他们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我安慰他们 你们不必难过 你们的外形和我们完全一样 实际上 我们根本同是地球人 只要你们不自我暴露身份 我负责替你们保守秘密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互望了一眼 都哭丧住脸 可是我们的家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能与他们会面吗 我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枉然 这绝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 所能了解的事 不要说我们这一代 连法拉奇和格勒 这两个一百年以后的人 也不能了解 因为他们曾说 人类还未曾知道一种速度超越光速 那就是说 实则上不能使时光导流 然而 他们却倒退了一百年之久 那是一种什么力量 使得他们这样的呢 他们刚才问及 他们的亲人在哪里 他们的亲人 当然应该在地球上 但是由于时间的不同 他们的亲人 大都要在六七十年 甚至八九十年之后 方式出世 就连他们自己 照理也要在七八十年之后 方式出世 这多么令人茫然难解 我越想越乱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当然也是一样的心情紊乱 所以我只得安慰他们 因为我的处境 比起他们来 要好得多了 我道 我想你们不必失望 你们既然是被一种神秘力量 带回来的 那么 只要找到了这种神秘力量 就可回去了 两人难难地道 但愿如此 这时 小艇已经靠岸了 有两艘水警轮 停泊在码头上 一个警官见到了我 和我打了一个招呼 魏先生 杰克忠孝等住你 我答道 对不起得很 我有十分要紧的事情 不能和他相悟 请你转告他 这艘快艇 是诸首员警官借给我的 请带我还他 那警官答应了一声 我和法拉奇 隔了两人 上了第一室 一直到在我家的门口 停了下来 我按门铃 老蔡面乌人色地 来开门 他见到了我 张大了口 说不出话来 看到了他惊慌的样子 我也不禁抖得一睁 你怎么了 老蔡 老蔡哑住声音道 我已经知道了 白小姐所坐的那班飞机 收音机说 这架飞机已经失事 一个人都没有生还 遇见了法拉奇 和格勒两个人之后 因为那种超乎知识 范畴之外的 特殊奇幻之感 使我置身于 如同梦魇也是的境界之中 暂时忘记了白素 而如今 老蔡的话 像是利剑一样 刺入了我的胸膛 我想起了白素的 美丽 温柔 勇敢 机智和他的超群的 武术造诣 以及一切可爱之处 我颓然坐倒在沙发上 不知以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 在过去的许多日子中 白素虽然不在我的身边 但是凭住通讯 和熟人的传递消息 我总是可以知道 他在何处和做什么 就算他在亚洲 最神秘的地区的 那一段时期 我得不到他的信息 但我也可以知道 凭他的机智勇敢 足可以化险为一 然而 如今他在哪里呢 我无法回答 自己的这一问题 我脑中也只觉得一片空白 瞪住眼 只觉得眼前的几个人 人影渐渐模糊了起来 直到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忽然发出了一下尖叫声 我才抖地站了起来 格勒连忙抢过来 扶住了我 你的面色太难看了 你 你可不能出事啊 我们 我们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们闯进了一个 只是在历史上读到过 完全陌生的境界之中 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我苦笑了一下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 没事 法拉奇道 朋友 你遭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我心中一动 忙到 对了 我正想向你们请教 请你们仔细地听我的经过 然后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别打断我的话头 我吩咐老蔡倒三杯酒来 这时我们三人都需要酒 于是我开始详细地描述 那次飞机失事 我深信他们能够知道 这次飞机失事的原因 因为他们是一百年之后的人 人类科学的进步 以几何极数进行 往后一百年的进步幅度 至少相等于过去的几千年 所以我讲述的十分的详细 他们们两人一直没有插研 直到我讲到 在小岛顶峰上 发现了一小块方形的金属 和树上的流子之后 法拉奇才到 那是半架飞机 我停了下来 望住法拉奇 法拉奇答复道 那的确是半架飞机 你拿不动 将大石压得倾斜 向下滚去 陷入沙滩之中 不见的那小块金属 就是半架飞机 我仍然睁大了眼睛 望住他 因为我全然不明白 他在说些什么 而在这时候 格勒子嘀唬了一声 天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这是格大鹏做的事 格大鹏我总算听懂了这个名字 而且我还记得这个名字 那是他们的领航员 一个在他们那个时代 也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法拉奇接住 点了点头 我看也有点像 压缩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 这正是他和几位科学家 一起在研究的 我忙到 怎么一回事 什么事是格大鹏做的 格勒年纪较长 讲话也比较正重一些 他想了一想 才道 如今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但据我猜想 那飞机中的人 一定都活住 我呆了一呆 心中想松一口气 但是我立即又想到 就算格勒的话 有根据 那些人活住 那么他们是活在什么时代呢 是活在一百年后 还是一百年前 如果白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 只是我们之间的时间 忽然相差了一百年 那和他死了 又有什么不一样 本来我是想大大的 松上一口气的 但是一想到这一点 便难以出声了 法拉奇陡地站了起来 格勒 我明白了 那全是格大鹏的把戏 他一定秘密研究成功了使时间倒流的一种方法 他的话没有讲完 便又摇了摇头 这似乎不可能 即使他成功了 为什么又要抛开我们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的话 令我越听越是糊涂 我先不去理会什么格大鹏 我只是关心那架飞机 我道 你们凭什么肯定那架飞机上的人都活住 格勒搓了搓手 那应该从头说起 首先 这次飞机失事 我们 假定是一件 人为的事件 我又问道 人为的是谁 格勒又道 我们假定是格大鹏 我们飞船的领航员 因为它是原子 空间问题的权威 你知道什么 叫做原子空间吗 我道 顾名思义 当然是物质的原子 与原子之间的空隙 格勒道 是的 嗯 在你们的年代中 一般认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 但是实际上 水是液体 在水原子之间 有助极大的空隙 所以水才是液体 如果将一滴水 放大几亿倍 那么就可以看到 一滴水和一堆黄豆一样 每一粒豆 就是一个水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间 有助空隙 他讲到这里 略顿了一顿 道 当然 我这个一堆黄豆的比喻 是不怎么好的 因为事实上 水原子之间的空隙 大的十分惊人 一立方公分 也就是一CC的水 如果是正常的情形之下 是千分之一公斤 也就是一克重 可是你知道 如果这一CC水 它们的水原子 之间的空隙被抽去 原子和原子之间 一点空隙也没有 紧紧地挤在一起 那么这一CC水有多重 我听得目瞪口呆 只好反问了一句 道 有多重 法拉奇接口道 一万公斤 一滴水 就那么重 我待了好一会 才道 那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所看到的那一小块金属 是半架飞机的物质 它们原子与原子的空隙 消失了结果吗 两人点了一点头 是 我仍是莫名其妙 在我的心中 有著太多的疑问 我又道 那么 飞机上的人呢 法拉奇道 我们如今只是猜测 我们估计 机上的人 大约是在 飞机失事之前 被弄走了 不在机中 我越听越是糊涂 忍不住插眼道 弄走了 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法拉奇贪了贪手 我们只是估计 当飞机撞向那小岛的岩石时 事实上只有半架 它的前一半 已被另一种力量 缩成了一小块 而两架军机 在空中飞过 看到那架飞机 插在岩石中 那可能是飞机 刚撞上岩石的一刹尖 而不是真的插进了岩石 我将他们两人 前后所曾说过的话 一起细想了一遍 我觉得他们 虽然未曾名言 但是可以听得出 一切事情 空中掳人 将飞机的前半 压缩成一小块 将飞机的后半 留在沙滩上 全是他们的领航员 格大鹏做的 我想了好一会 才问到 造成这一切的 全是那个 叫格大鹏的人 是不是 法拉奇和格勒两人 并不回答 只是叹了一口气 也就在此际 只听得他们两人的身上 同时发出了一阵 极其清脆的嘀嘀声 两人啊的一声欢呼 一起取出了 那只打火机 大小的通讯一来 将一个小小的按钮 按了下去 历时 听得一个 十分粗豪的声音 道 法拉奇 格勒 那粗豪的声音 历时再度传出 打断了他们的话头 道 由于遭到了一些意外 所以我与你们 失去了联络 你们也离开了飞船 如今飞船停在五万一千英尺的空中 你们的个人飞行带可能达到这高度吗 格勒叫道 不能够 可是 领航员 我们 他的话又未能讲完 那粗豪的声音又道 那你们尽量飞高 我在探到了你们的所在之后 派子传出来 接你们回来 两人又大声叫道 领航员 我们 我们到了一九六四年 你知道吗 格大鹏 那粗豪的声音 自然是格大鹏所发出的了 沉声道 我知道 我有话对你们说 格勒向我望来 对不起 魏先生 我们的领航员会有办法 我们要去和他会合了 我忙叫道 喂 飞机上的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叫声 格大鹏是否听到 而格勒和法拉奇两人 已经向外走去 这时天色已经十分昏暗 他们两人一奔到门口 围在他们腰脊的那条袋子 突然发出了吃的一声响 我只看到他们从衣领上 翻起了一个罩子 罩在头上 接住 这两个人便以一种 我从来也未曾见过的高速 向上升去 一刹那间便已不见了 在他们两人向上飞去之际 我曾企图拥向前去 抱住其中的一人 我的动作十分快急 而且离得他们又十分近 可是我那一拥却未曾铺中 当我在抬起头来时 夜空暗沉 哪里有什么人 而如果我这是对人说 刚才我和两个一百年后的人在对话 而他们如今飞向天空去了 那么任何人都要将我当作疯子 我将自己埋在一张古老的沙发中 双手捧住头 苦苦地思索住 由于法拉奇和格勒两人的突然离去 以至使我竟怀疑起他们两人 曾在我面前出现过 两个一百年以后的人 那难道是我在看到了飞机失事之后 想到白素存亡未捕时的幻觉吗 我猛烈地摇住头 想使自己清醒些 思想可以集中一些 我突然看到 在我对面的沙发中 坐住一个人 那人正望住我 我定睛望住他 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 皮肤有黑的方脸中年人 目光十分锐利 鼻尖勾形 像是英会 他正目光灼灼地望住我 我眨了眨眼睛 那人仍坐在我的面前 他是怎么来的 门关住 我显然未曾站起来 替他开过门 老蔡又出去了 他是什么人 我还未曾开口 那人便向我笑了一笑 魏先生 我来自我介绍 我是格大鹏 我恩 可以说是中国人 我是蒙古 戈壁大运河附近 出世的 格大鹏 戈壁大运河 我只知道 蒙古有大戈壁沙漠 所谓运河 当然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 一百年之后 如果人还不能 将沙漠改变为绿洲 那反而太奇怪了 那么 这个格大鹏 他就是那艘 什么飞船的领航人 那个一百年之后的 杰出科学家 这样的一个人 感谢观看